喔我被打了我被打了 然後我看到這個東西 你看 這是頭目大雞啊 雖然說大家語言不一樣 喔 這是什麼東西 大家發動資源給我嗎 我看一下 喔 有韓國的 我看到韓文的還有總督七六六 這是什麼回事 這是聯盟發給我這個東西嗎 不是很清楚喔 好感人喔 我本想說我要換聯盟了 找人家保護我 我你看大家都送資源過來了 運輸車 喔 我收到一封新郵件看一下 您的盟友得知您與神秘敵人苦戰 他給我什麼東西啊 但是聯盟從未忘記你 聯盟送給我 這是多少 1654 這個是道具嗎 359的5分鐘 有這麼多 訓練加速有這麼多 你看 訓練加速成359 超多的還是這系統給的並不是 這系統給的並不是說這個這個聯盟給我的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我受傷超級嚴重的 治療還要三十幾分鐘 我的天啊 這是系統給我的嗎 我覺得那看起來像系統 看一下聯盟 我有求救嗎 來看一下我怎麼輸的 醫院即將滿員 好慘喔 我的人死好多 來看一下我怎麼輸的 來看這個報告 基本上我就是在在採集 然後有人來打我這樣子 我的第一隊還算是OK 沒有人死掉 沒有人死掉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會 不會損失 但是他會進醫院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就是 第二次怎麼講 因為我的第一隊就是 就是被打敗了嗎 所以說一堆人進醫院 醫院滿了之後呢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14000人 14000人對新手來說來看喔 這個是T2的這個角色 我一次訓練也才訓練450個 450個這個這個士兵而已 然後你看我這邊 也是訓練450個 所以步兵騎兵弓兵訓練450個加起來才1000多 然後訓練一次就要T1的話是一個小時半 T2是三個小時 那不管怎麼樣這樣子訓練完之後 被被打一次之後大概會耗掉我 至少我覺得一天的時間升級吧 然後資源你看全部都被刺光光了 光是復原啊然後重新生兵啊 被打一次大概就不想玩了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有點懷念以前那樣子的感覺 然後馬上 系統很 很會做廣告 他立刻就給你 給你這個課金禮包 來吧 被打就把課回去打回去 但是這個遊戲其實真的不是你一個人強就行 就算我現在 課強了然後把他打回去 人家聯盟也是在那邊傳扁扁在那邊等你 所以這個遊戲基本上就這個樣子 所以我還是要找一些 怎麼講 就是有在溝通的這樣子 就是即時可以求救的 那個在求救嗎 那個反正就是跟這個大佬塞男一下 被打了哭哭啊之類的 然後大家來反攻 但是我記得之前 以前這樣子遊戲就是 只要 人家來放我們 我們就是全部聯盟都會把他圍過去 那時候其實打的還是 還是還蠻爽的 所以反正就是這類型遊戲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我在今天 終於被打 那打完之後真的是損失很慘重 我覺得 一萬多的這個士兵 我可能要訓練個一兩天才能回來 而且 支援全部都會吃光光了 所以大概一般 碰到這樣子大概就不想玩了 但是 但是我已經有這個 這樣我的名字叫做韭菜阿天 所以我已經很有這個心理準備 所以再來我就是看看 怎麼樣去找到其他的這個檸檬吧 那有網友留言給我說什麼 K1030是華人盟 K1030 好來找找看喔 是這樣子找嗎 K1030 不是喔 所以說那個應該要怎麼去勒 是要去其他聯盟嗎 還是他是在其他的國家 因為我記得這個國家還蠻 還蠻多的 來看一下這個地圖 說說說說說說 我現在是在什麼 2074 2074 塔魯曼王國 那我要怎麼樣去華人多的地方呢 這個不清楚喔 反正這個 有人知道怎麼樣去這個怎麼講 可以大大保護我的地方 那再跟我說 那我應該 我應該是屬於休閒玩家 但是我還是會玩 還是會玩啊 只是說我這樣被打一次 我的資源光是 剛剛這樣子 剛剛這樣子在意願恢復的時候 資源就已經都已經空了 然後現在也 也沒有說不敢去採集啊 反正韭菜就是這個樣子 好繼續去採集 不然也是沒有資源的 怎麼辦呢 那我還是一次只要派一個部隊好了 免得那個 免得我的醫院滿了 然後人就死掉 因為至少你 重傷的話 你還可以在醫院回復 但是你醫院滿了之後就不行喔 好 好那簡單來說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說有人知道說怎麼樣 去可以照顧這個這個小韭菜玩家的話 再請跟我說怎麼樣去喔 因為我我目前不大知道怎麼怎麼樣去其他地方齁 我大概知道是在聯盟清單這邊搜尋啊 但是 那個什麼K1030啊 K1052 K1059 這個我就不知道怎麼找了 是這樣子嗎 1052 看看喔 1052 手機不好按 是這個東西嗎 可是他只有一個人啊 好不是很清楚 那就是有知道的 在請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那總之今天算是我第一天 第一天被打 就是我在那邊採集 然後就被人家打 但是其實我記得 我以前在那個太空戰士15的時候 我也很喜歡去 去打這個資源地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活動 他是需要殺敵術的 像這個這場戰鬥 我沒有人死掉 就沒有殺敵術 但是你看 這場戰鬥 我死了14351人 對這個玩家來說 他就賺到很多殺敵術 那賺殺敵術有什麼用呢 就是 在個人見面這邊 擊殺就會就會變得比較好看 我有擊殺3458人喔 真的還假的 我有擊殺他嗎 應該沒有啊 他都沒有陣亡啊 3400 不是很清楚為什麼我會有擊殺數 總之就是有的時候有些活動啊 要衝這個擊殺數的時候我們就很喜歡去 去殺一些就是就是新手在那邊採資源 總之這類型的遊戲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辦法讓你 平平安安的這樣子掛資源 其實這個遊戲如果說 不去打別人的話也沒有什麼意思啊 但就是說 他是一個團體的那個遊戲 那我大概知道說我的仇人是在這個地方 可是人家這個這個這個帝國那麼龐大 就算我一個人課金 衝過去打的話 大概是被人家圍死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